哈喽大家好 今天小一次要带大家看的是 一部少女爱上鳄鱼 生下小鳄鱼的电影 鳄鱼像 女主翠花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小村庄里 全村人都以捕食鳄鱼为生 其中以翠花的老爸老王 和隔壁大叔大智技术最为过瘾 堪称钻石级捕鳄达人 之前翠花想要一睹老爸雄风 便和大智的儿子阿飞一起来到湖边 观摩老王和大智捕杀鳄鱼 当众人散好网准备好工具时 湖中突然惊现一条 背部有红色图案的巨型鳄鱼 这鳄鱼不仅力气大 尾巴还能发射飞刀 轻而易举就杀死了一名围观群众 正当翠花惊慌不已时 老王和大智合力赤服了鳄鱼 虽然虚惊异常 但想想还是十分后怕 为了犒劳自己 老王邀请了全村人一起吃鳄鱼烧烤 就在众人把酒言欢之时 一大批鳄鱼将小村庄团团包围 于是再次陷入惶恐的村民们 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鳄鱼专家 可这专家光顾着卖弄自己的学识 很快就被鳄鱼们干掉了 关键时刻还得靠老王和大智出马 很快鳄鱼们被制服 眼看着再一次大难不死 老王又开启了狂欢派对模式 在派对上 翠花和阿飞越聊越投机 顺理成章的 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 睡眼朦胧的翠花 发现村民们全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 面目猙獰的鳄鱼 原来吃过鳄鱼肉的人们都变成了鳄鱼 害怕的翠花赶紧跟着阿飞 以及一个警察逃跑 可半路上 翠花不小心掉入河中 被一条鳄鱼拖走 就当翠花以为自己会被鳄鱼吃掉时 鳄鱼却转身离开 原来这条鳄鱼就是翠花的父亲 另一边 继续逃亡的阿飞和警察 也被鳄鱼咬伤 变成了鳄鱼 几个月后 翠花生下了阿飞的孩子 而变成鳄鱼的阿飞 也找到了翠花 就这样 翠花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一部画风奇特的电影 在无限的脑洞中 也暗示了我们保护动物 电影讲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